好,那最後這個問題就非常重要了 你願意告訴我們的觀眾 你在這些行業當中的收入是多少 反正我總偷偷我之前印象中我算過 大概是在... 就是以上 哈囉,大家好,我是喬寶 歡迎收看本集的一起喬工作 讓我們歡迎今天喬工作的來賓 Jack 哈囉 大家好,我是Jack 那我現在工作呢 應該算是自由業 自由工作者 那我做的項目蠻多的 因為我有在學校當社團老師 然後也有在賣一些衣服、鞋子啊 然後還有在做活動 就是做這個巨型挑戰級的這個熏繪的活動 那在這個社會,基本上 感覺一定要有個斜槓才可以得 很多人打工,他會劍職做網拍 或是有些網美他可能也會做一些 譬如說他可能會賣一些產品 可能他一會開店,都是在做多方面的發展 這樣其實錢也會賺的比較多 了解,所以現在的社會就是要以斜槓去發展會比較好 是 好,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小工作 那因為我跟Jack認識蠻久的 所以我一直都知道他有在教魔術 那我想問一下Jack,當初你怎麼會接觸到老師這個魔術這個行業 對,在最一開始的時候,在關於教魔術的時候 是我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那時候實行圖,記得那時候只有120吧 那時候120其實應該算 以現在來說好像是160還170,我忘記了 就是有一個魔術老師 然後他介紹我說,魔術老師介紹我說 那我們有一個教課 然後去學校教課,然後去教一堂課有300塊錢 所以三次堂好了,三次堂章就有9000塊 然後教一個月就有3萬人 然後我覺得哇 因為我其實 還蠻好的 然後其實我之前本來就是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學魔術的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那個魔術老師是 介紹你工作那個是你的魔術老師 對,然後那時候覺得說 去教這新手好像還不錯 而且就是你做你擅長的事情 所以他算是一個契機啦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在教魔術 在那之前我本來做的工作是在 想插天堂 想插 我本來在想插天堂 就是 就是收盤子或是什麼嗎 就是餐飲業 打工嗎 對 打工 但是餐飲業我覺得說 就是比較累嘛 就是 但是每個人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喜歡做餐飲業 覺得說跟客人接觸 但是我 不喜歡動腦,用勞力去 對,但是 我個人呢,我是比較 覺得說收盤子 因為我又要一直站著 我覺得 很累很辛苦 所以你那時候一接到這個工作 你就直接把手機量吃掉 其實我已經忘記時間走 我那時候應該是 做了 一個多月 我就離職 對,然後有一次我是在林口的大學 就當主角 然後我要去基隆 教課 那時候覺得 但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林口到基隆真的是超級超級遠 但是我還是 我還是騎車 然後去板橋火車站 然後搭火車去 結果 我在騎的路上我就出車禍了 然後我腳腳斷掉了 我腳腳就真的斷掉了 那時候也住院住了 住了三十幾天 然後休養也休了 陸陸續續續 用了兩三年 然後他那時候出車禍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 那時候我們其實都蠻擔心他的 他那個時候那一陣子 好像都是在家休養 然後 在醫院嘛 然後復健幹嘛的 就是還蠻辛苦的啦 就這一狀 我人生其實就有點改變了 就是 那時候剛才也是19歲 我之前也都不相信 19歲會怎樣 結果19歲 腳真的就斷掉了 但反正我接回來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後遺症 但是 經過那一次之後 我本來是幫別人教 我後來就仔細想想 為什麼我要跑這麼遠教啊 我從林口然後 跑去基隆 教課 我記得我開學教兩個禮拜 再第二個禮拜我就出生禍了 後來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幫別人教跑這麼遠 我把我家所有附近的學校的電話 全部都打遍了 然後一開始呢 只有一間學校 跟我講說 他們學校有缺這個魔術 就是魔術老師 然後有才藝老師 我可以去開這樣子 我就教一間學校 那其實算下來的話 薪水的話 因為加上 因為我自己去談 所以薪水會比較高 因為幫別人教嘛 之前會抽成 所以之前其實算是別人的員工 那後來之後就變成說 自己是自己的老闆 出來接這樣 其實薪水 一間學校其實薪水不高 因為一天你才去 一個半小時 那是算時間還是算 課堂數多少錢這樣 課堂數這樣子 然後 看學生的多寡 教 然後教教教教教教 發現我 一個禮拜只有一湯 薪水真的有點太少了 而且時間也 只有一天嘛 對 那要很多時間可以運用 對 就那時候我有想了 那我 半夜 就是凌晨的時候 我去那個 快炒店變魔術 自己去表演這樣 對 我去快炒店 然後變魔術 然後那個酒吧 嗯 在東區 在新義區的叫In-House 可能有些人會去過 我可能之前 幾年前有在那邊變魔術 然後就是賺一些錢 來補足我的那個 收入的問題 你那個錢是 譬如說你 他們在吃飯 你就鎖定 譬如說一號桌二號桌 然後去旁邊 問他們可不可以表演 還是直接就表演 就是我可能會說 我是這邊的魔術師 然後我叫Jack 然後 我就變魔術給他們看 所以你是有跟餐廳合作的 對對對 你有先智慧 我也是直接過去 然後就直接表演 有合作有合作 我就是過去表演 然後表演完 然後他可能就是 其實餐廳也那個 他們也不會給我們薪水 是客人的消費這樣 對 主要那時候是靠小費的收入 那如果客人不給 那就沒辦法 所以你可能要表演得好 然後讓客人開心 可是 半夜做久了 其實就蠻累的 因為我半夜三四年 看大家在玩得很開心 玩得很開心 我變完 每個地方表演 表演完 然後我在很累的騎著摩托車回家 就覺得 好累喔 我可能很辛苦 所以我一直去一兩個月 我就覺得 那我不想要這樣生活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專心的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發現說 其實蠻多學校也都有 相同的人 可能就是 相同的行業的人 在就是競爭嘛 教魔術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打去另外一間學校 問他說 欸學校有沒有缺才藝老師 我就打去學務出文 然後那間學校就說 欸有啊我知道 你說你是有在那個 某某某學校教嗎 嗯 他說我們有就是 其實我們算是姐妹校 然後就是你教的還不錯 你可以在我們這邊教 喔等於說 他就是跟你第一間學校是認識 然後你知道你在那邊教的成績還不錯 對 就覺得說我在那邊教的還不錯 他們有分享 所以那從一間變兩間 然後後來 我家附近的學校為大家去問 嗯 現在這樣算起來大概有幾間學校 嗯 算起來大概有 四間五間吧 四間 所以從原本一間 然後到現在四間五間 對那 那白哥跟我講過一句話說 一間公司到最後只會剩下二流的人才 這句話你大概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是一流人才都是已經離開 然後自己去 對 然後自己去做這樣子 對 那三流的人才 三流的人才呢 就是準備被壞掉了 對 我覺得沒有這個能力 幫人家賺錢 不如幫自己賺錢 對對對 有些人就想說自己出來做 然後我會想說往多方面發展 比如說 我空間時間能做什麼 然後賣衣服賣鞋子 然後我朋友那時候找我投資 一起做行銷做活動做扭蛋機 好那像老師這個行業 基本上你剛才也講蠻清楚吧 對 就是去上課 時間到了就去教課 然後下課這樣子 然後賣鞋的話就是以網拍為主 嗯 瘋瘋文 然後照片堆上去 然後打個價錢 對 打個價錢 然後又等就是下單送寄貨這些 那扭蛋這個部分的話都是在做些什麼 扭蛋的話其實 主要的話就是我們會在全台灣去巡迴這個扭蛋機 嗯 然後主要就是說 欸 我們需要側廠進場 嗯 我們可能這個地方不會放太久 只能放一個月 會移到下一個點 然後再移到下一個點 那其實這過程中其實都蠻複雜 你必須跟白貨公司 或是跟一些地點的行銷 攤合作 然後租金 然後去廠攤 然後 然後 擺設這東西 然後要幫他們想一些 行銷的方式 我爸之前問我說 欸你確定你要做這個嗎 你有辦法做很久嗎 那我爸就問我說 你這樣子OK嗎 你這樣子 你可以靠著養活你自己嗎 你這樣子 面對大家質疑的時候 我覺得理性的溝通 可能跟他講說 你真的想做這件事情 給一個時間 你做成了 他們也會覺得說 喔你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對自己要有自信 就是當所有人都在懷疑你的時候 你要自己相信你自己可以 如果你連你自己都 不相信的話 那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沒辦法完成的 所以當大家都在懷疑你的時候 你越要相信自己 對吧 對對對 那像你那個扭蛋的員工啊 那些你都是 怎麼找 因為聽說你是全台 等於說你算 算是一個巡迴的概念 那你員工的話 那不可能說你台北的找 然後 台北的找的員工 跑去台南做這樣 那員工這部分是 找員工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就是說 我一定不只一個員工 因為他不可能等三天上班嘛 所以我一定要找兩個 一個是兼職 一個是正職 正職那時候 剛好我一個高中隔壁班同學 他剛好那時候好像聽說 他已經沒有工作了 我就問他說 那你要不要來我這邊上班 然後我就 正職嗎 對正職 我說我就是 給你薪水這樣子 那你就跟我的那個 那個扭蛋機一起去巡迴 那出去做 那個 住的費用就是 都要幫他儲這樣子 然後兼職的話 我可能會找一些我身旁的朋友 有些人覺得說他想要 打一份臨時工 他就會去做 好那我想問你喔 那你在賣鞋子啊 扭蛋 跟老師這三個行業當中 那你覺得他們的優點會是什麼 優點是時間非常自由嘛 然後扭蛋機也是 那缺點的話其實 就變成說我人整個是被綁死的 嗯 以自由工作者來說的話 就是我的工作時間完全被塞滿了 所以他這個既是優點也是缺點 對 那優點的話 我會覺得說他是優點 是在於說我這個年紀 我覺得是優點 那缺點是我 如果想做更好 想賺更多錢的話 其實他也就是一個缺點 嗯 他有點像雙面刃的那種感覺 那在這些行業當中 會很辛苦嗎 肯定辛苦 因為你想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就必須承受這些辛苦 有些人可能創作歌手 你必須做音樂做什麼 但是他們可能就去打工 然後你看有些人可能在拍戲拍電影拍廣告 但是他不定每個通告都上 每個戲都上 所以他也是必須去打工 所以每個人都會經歷過這個打工的這個階段 那這些行業你覺得適合哪些人 就覺得適合一些可能是 喜歡小朋友的人 然後第二是準時的人 因為教授不可能遲到嘛 那第三是有才藝的人 不管是任何才藝 就算你沒有才藝 你也要感覺你也想很多才藝 因為我想做的課程很多 我有做 因為我現在發展的項目很多 我可能有教魔術 有教積木 有教科學 有教3D列印筆 反正有各式各樣 除了你有任何才藝 你喜歡小朋友 對你也可以跟我講 我可以幫你開課 對因為我現在有成了一個自己的個人工作室 想說去 開一些學校課程 可能是舞蹈課程 或什麼課程 哪些學校沒有我就去開 那從你踏入到現在 有曾經後悔過嗎 那時候如果我沒有學魔術 當初我沒有去 那個暑假沒有去教小朋友變魔術 我可能 真的不知道我在幹嘛 很難想像 可能你現在可能還在某某地方打工 可能 要是我沒有去教魔術 可能現在可能是好萊塢的明星吧 對對對 但是 就是被魔術 耽誤的好萊塢劇情 那你覺得你會在這些行業待多久 呃我自己 是有想要可能在 一兩年內我可能就 我就 可能想放給別人去做 魔術嗎 就是老師 對老師這塊 其實我 都是啦 因為其實我賣鞋子 其實也沒有賺多少錢 那我可以一直賣 可能剛好就是朋友 有需要的時候 我自己的話 可能有蛋機這個也沒辦法做長久 所以我 還是想去做一個新的東西 對 那我新的東西的話 我想做一些關於智能的 可能一些窗簾 對一些智能窗簾啊 或者是智能家具 裝潢類的 好那最後這個問題 就非常重要了 你願意告訴我們的觀眾 你在這些行業當中的收入 是多少嗎 呃 其實我收入其實蠻不穩定的 因為你會遇到 暑假寒假 像停課的時候 我也是幾乎沒有收入 就是之前疫情 停課 對然後 反正我總偷偷 我之前印象中 我有算過 大概是在 十萬 就以上 但是我 平均都是十萬以上 那你願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剛剛說的那台車 是哪一台車嗎 反正我買了一台 在那個特斯拉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其實都 在之前那時候 剛受傷的時候 我自己 給自己都制定一個目標 那時候剛開始 我的收入可能 那時候只有 可能幾千塊的時候 受傷的時候 受傷的時候 對 就是我就是去找一間學校 我就 我就 我就去 我可能是去拜吃麵佛 嗯 我想說 希望我一個 一個月 可能會有三萬塊 這樣子 後來 那個學期我就達成了 我覺得 哇 我們要達成了 所以我再給第一個目標 五萬塊 後來又達成了 後來八萬 後來又達成了 後來十萬 也達成了 那如果是許一百萬 許一百萬一千萬的話 就是其實就會馬上達成 然後這麼厲害 馬上四年 那目前你做到現在 有什麼事情讓你是 最有印象的嗎 最有印象的喔 嗯 最有印象的應該 真的是出車我那段時間 因為其實那段時間 應該是 真的是我改變 人生中最大一個專領點 就是我爸問我的那時候 嗯 因為我可能真的會覺得說 如果真的不行 我本來想說 我要去賣房子 我想說 因為其實我也蠻喜歡跟人講話 然後我想說 那我去做業務 賣保險賣房子 那你最後又有什麼建議 給想嘗試這行的新興人嗎 呃 我覺得 做這一行喔 因為 其實講真的 現在其實 我覺得蠻飽和的 因為 有很多的才藝 對很多才藝的工作是在 在競爭 嗯 然後 你必須自己出來做 因為其實講真的 你給別人做 給別人交 薪水時間不高 然後 然後 還要踩 一天 一天只有一個半小時去交 但是不然其實你自己想 你每天去交一個半小時八百塊 然後 交五天才四千塊 一個月 四個禮拜才一萬六 沒有 也沒有要讓你生存 就算你在愛這個東西 他比較適合說是一個大學生 嗯 你可能在讀書 兼職之類 你需要一份兼職 那我覺得這是一份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要說他是 要讓你做為正職 像我這樣子 我覺得 相對來說比較難 因為你可能沒有辦法像我一樣說 有很多的課會給你 因為學校會希望說你去多教他們的課 好 那謝謝今天Jack 跟我們分享他的橋工作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每工作都有他的好與壞 主要是你自己有興趣 以及合適的 工作不分貴賤 一起喬工作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我是喬寶 我們下次見 掰掰